酸针困难不求人 教你一招仔细一个平盖轻松快速临时物 即便是设立不好的老奶奶 闭上眼睛也能够轻轻松松给她酸过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真爱小树梁 说到这酸针眼线呢 日常人们都是经常遇到的 平时人们的一些衣服掉线了 或者小朋友太调皮了 把衣服愣破的时候 一般人们都是用这针线把衣服缝缝补补 抛之后呢 咱们也就可以开始继续酸了 那么对于这个防防补补呢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爸爸们 对于这防补的衣服啊 也是比较不顺手的 那么导致有很多啊 一些小孩子或者宝妈们呢 经常把这些衣服破掉了 或者扭扣掉了 这种情况下 都会把这些衣服啊 或者裤子啊 带舒适啊 外面舒服 那边去进行防补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这样子简单啊 防补个扭扣 至少要花个十块钱吧 如果是衣服破的比较大的情况下 那起码也要二十块吧 其实呢 小鼠娘要教大家的就是 对于这酸针呢 真的是一点都不困难 而且防防补补呢 也是特别的简单 当然啊 只是酸针引进呢 对于有一些老年人 或者视力不好的老奶奶来说 也就是比较困难啦 其实酸针引线呢 真的是不需要仔细的盯着这个针孔进行来酸透 只要您学会了这个小方法 小技巧呢 那么即便视力不好 或者啊 人们眼睛啊 这个疲惫 疲惫的情况下 都不用眼睛去看 也能够很新生的 把这个针线呢 给它酸透 那么具体呢 该如何操作呢 如果日常要是家里有一些老奶奶老爷爷 特别喜欢在家里缝缝补补 而对于这酸针引线呢 特别啊 不好的一些家人们呢 可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写一写 把这方法啦 写回了 这边就可以 教家里的老奶奶来使用啦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老奶奶 因为要缝缝补补或者让自己在家做自己的衣服啊 担心这个针线啊 酸不过去 要么就对着这个针孔一酸就是一半天 伸到眼睛里里面的眼泪呢 都要流出来了 最终呢 还是没能把这个线给它酸进去 那么下面呢 小手梁要跟大家分享几个生活的一些小妙招 而且呢 就能够很轻松的 很简单的 把家里的这个针呢 瞬间给它酸过去 那么下面呢 那我也就不多说了 咱们就直接进入话题吧 首先呢 第一种呢 那就是牙刷 酸针法 像平时我们都会使用一些牙刷来刷牙 自然牙刷对于大家呢 也就再熟悉不过啦 那么这个牙刷呢 有很多朋友都是比较有规则的 这牙刷用不了一个月 它就要进行去给它更换掉 但是更换掉这种肺气的牙刷 你们都是如何处理的呢 是不是随手一下把它丢进垃圾桶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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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 咱们像这种肺气的牙刷呢 平时都可以给它收藏起来 用在咱们家庭的每一个地方 这用途呢 也是咱们平时花钱都买不到的 就好比如今天这个酸针一线 那么时时时刻呢 咱们就可以掏出家里这种肺气的牙刷 那么立马呢 也能够很精神的帮你解决掉 这个大麻烦 作法呢 其实特别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掏出一根线 还有一根针 再加上一把牙刷 接下来呢 只是要简单把这根线呢 给它放到牙刷的上面 接着再把针给它拿出来 这根针呢 不管是针营有多细 有多细 咱们也能够瞬间给它酸痛 那么下面呢 咱们只需要啊 把我们的针呢 往这个针线的位置呢 心心给它按捏一下 您便会发现 诶 这样比说 整根线瞬间已经秒变过细了 用这个方法来酸针 再也不用担心 家里的老奶奶 因为这酸针呢 一酸就整个半价物 而且呢 还会把眼睛都已经给它盯到 流眼泪了 最终还是没办法 把这根线给它酸痛 其实呢 因为这牙刷的根部呢 有很多这种比较硬的牙刷 只需要我们把针呢 往下面一压 那么毛刷呢 就会把这个针线呢 从这个针眼的位置 给它酸过细 那么接着我们只需要顺手了啊 把这根线轻轻的 给它一拉一折 这根线头已经被我们 给它拉出来啦 这样子呢 来酸针引线呢 真的是简单快速啊 又不好用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也是特别特别的家常 那么需要准备的一些用品呢 那就是家里非常普通的 这个饮料瓶盖 单把它拿出一个饮料瓶盖 接着 咱们也不要忘记的 把这个 我们家里的扫把 给它拿出来 简单往这扫把上 给它剪下一根 这种刷毛 刷毛 还有瓶盖 都准备好了 接着咱们 刷毛剪下来之后 再从中间对半 给它 折一下 捏一下 把它折成 这种B型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把瓶盖拿出来 简单 从这个瓶盖的一端 用小刀 给它切出一个 小缝隙 鲜浅的一刀就可以 不要把整个瓶盖 给它歇透 这边咱们就可以 把刚才 折好了这根 刷毛呢 简单的把它套进去 这个小鞋口束 就是这样子 简简单单 把它固定好之后 如果大家要是 切的这个鞋口束 比较大的 咱们可以在这 刷毛的周围呢 用一个电容胶 简单再次 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子呢 不管如何 是用力的给它拉扯 这样子再也不用担心 上面的这根 刷毛会脱落熟悉 这样一个 简单而又实用的 双针神器 就制作完成了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把 针还有线 给它拿出来 简单先把 这根针呢 对着这个刷毛 给它拴过来 接着 骑士 咱们再把 要防的 这一根线呢 给它晃到 这刷毛的 这个小圆孔里面 然后呢 只要把针 轻轻地往外 一拉 中根线 瞬间 已经拴透过去 大家 觉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特别的神奇呢 非常的简单呢 用这个方法呢 不管您如何啊 针眼有多小 有多小 再也不用担心 咱们家里的这个线 拴不过去啦 第三种方法呢 那就是 手心磨砂法 因为呢 咱们平时呢 当然家里有一些 老奶奶呢 或者老爷爷呢 她的视力是非常不好的 如果啊 没有 视力看不大的情况下 要来拴这个针线呢 不管这个针眼有多大 始终都没办法拴透的 所以下面呢 小厨良要分享大家 一个小方法就是 即便视力不好 或者眼睛啊 咱们 疲惫的情况下 不需要用眼睛去盯着针孔 也能够轻松 给它拴过去 下面呢 咱们把针 还有线给它拿出来 把这个啊 线呢 给它放到手心上 然后呢 再把这一根针 的针眼 对准 咱们手上的这一根线 然后呢 再心心的 在手心上来回磨砂两下 那么 此时您便会发现 啊 整根线已经 偷偷的跑过 针眼里面了 我们可以靠近距离来看一下 是不是 已经针过了 接着我们只需要呢 用手心心 给它拉一下 整根线已经过去了 怎么样 大家都没有想到吧 针针引线 其实真的是不困难 只要找对的风火 找对的技巧 即便我们不用眼睛去盯着看 也能够 心中快速 给它针过去 所以说啊 如果您日常要是遇到这种酸针引线 啊 不好用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试试以上这几种方法 简单快速 临失误 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啊 帮我点个赞 叫个关注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有点誇力不见不散 所以我们下个视频 给我们下期的视频 就这样